所以我们学这一部经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先从经体来为大家介绍 第二部分是来介绍全经 这全经里面总共有十三品 这十三品的内容 它的主要性是讲什么呢 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然后我们对地藏王菩萨能够生起一个坚定的信心 然后第三部分我们就开始来介绍 从第一品慢慢来为大家介绍 所以这个三个部分 我们第一个部分 已经为大家简单的做一个简单了解 今天要给大家来先说明的 就是全经的总共十三品的内容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第一章 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它总共大家都知道 有一些分为上中相 里面有十三品 那第一品 那第一品就是从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 然后呢 分身济会品第二 那这两品呢 它最重要的 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它的内容 它的主要的 就是为我们介绍啊 所谓的能化之主 能是什么呢 能所指的就是有能力 它有什么能力呢 它有能力帮助我们一切众生啊 让一切众生 这一生当中能够离苦得了 你这一生当中能够转迷为伍 转凡为圣 转恶为圣 而且 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当中一切众生 你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死 而且一生圆满成佛 他的内容都是在讲这个道理的 那他是谁呢 这个法主是谁呢 他就是地藏王菩萨为代表 都是为地藏王菩萨为代表 所以这两品都是为我们介绍 介绍什么呢 介绍释迦牟尼佛这一次在刀立天 为了报答母亲生育之恩 所以这一次的法会来为大家讲这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都是以地藏菩萨为代表人物 代表什么呢 介绍什么呢 就是为我们说明地藏王菩萨五亮节以来 过去英帝修学的时候 在修行的时候 做核行密核运 而能够成就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前面第一品跟第二品 就是要为我们介绍这个两个的东西 介绍地藏王菩萨过去是怎么修行的 过去是怎么样发愿的 后来呢 称为功德不可思议 而在经典里面我们都知道 诸佛菩萨五亮无边 五亮节以来 无论怎么称赞都称赞不完的 就是要介绍这个 对于这个内容 我们能够明白 能够了解的话 然后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对地藏王菩萨能够生起坚定的信心 所以前面这两品都是介绍这个 所以文书菩萨 释迦牟尼佛 讲这一步景一开端 他是同一个来为我们请法的 来代表我们请法 代表我们请教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地藏王菩萨有什么了不起 他的两物体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诸佛菩萨称赞他 五亮节都称赞不完 他的特别在哪一个地方 请释迦牟尼佛类为我们介绍 这个就是所讲的 刀立天空神通品 跟分身机会品第二 就是介绍这个 好我们看下面 然后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 这三品的内容 他的主要性 是介绍什么呢 就是在讲地藏菩萨 是所化之机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地藏王菩萨 他所教化的众生 是哪一类的众生 这个不容易 大家如果有空 去看一看你就明白 真的地藏王菩萨真的不容易 他所教化的众生 而这个众生的对象 都是哪一类的众生 哪一类的呢 比如说 不孝父母的 你想一想 不孝父母的人 在这个世上太多了 你想一想 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 那其他的就免贪 像这一类的人 你想一想 多刚强啊 多顽固啊 不容易度围 地藏王菩萨 都是最对类的 不孝父母赶紧回头 要见像大王 然后第二类的 造作恶业的众生 你想一想 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 在这个末法时代 哪一个众生生可义的 生可义三页 哪来不造业的 你想一想 太多了 所以造作恶业的众生 这一类的众生 地藏王菩萨 告诉我们 什么呢 赶紧忏悔 赶紧回过 赶紧啊 不要说外面的 说我们自己 也不是自己 我们犯了过失 能够真正来忏悔的 那个不多 然后第三类的 就是喜欢诽谤的 佛法的 不敬三宝的 不信因果的 像这一类的众生 地藏王菩萨 怎么知道 赶快回头 赶快 改过之心 你想一想 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像这一类的众生 都是不容易度的 不容易度 所以 从这一类的众生 都是地藏王菩萨 所教化的重点 他所教化的重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要更加了解 更加了解什么呢 为什么在佛门里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佛门里面 为什么称为他 称为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是最大的呢 为什么呢 一切法门离不开地藏王菩萨 你修到这个法门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都是以这个法门为基础 你想一想 你从这个地方 你想一想 那为什么称为他 愿力是最大的 就是因为他 专出现于 无佛的时代 无佛的时代 就是末法的时代 就是要走在灭法的时代 你想一想 在这个末法时代 走潜在灭法的时代 的这一类众生 你想一想 都是不容易度的 末法的时代的众生 你想 他的身心都非常非常的污染 身心都非常非常的着恶 身口一三月期间动念 没有不造业的众生 地藏王菩萨 都是专门出现在这个时代 无论他在哪个世界 他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 释迦牟尼佛已经三千年前了 还要等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还有五十七亿六百万年 他才降生到这个世界 你想一想 在这个中间空档的时候 地藏王菩萨来代表 代表什么 代表佛来教化这一类的众生 我们来想一想 不容易度 所以 从这个地方你去思维去看 不要说我们外面的人 你能够度你的母亲 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同修 你的相生 你的太太 你的儿女 他能过来跟你一起念佛 那已经不得了 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 不要说外面的这些众生 身心污染的 起心动念 身口一三一 不断地在照应的这些类的众生 你能够有度他 不要说度他 你不给他度走 已经算不错了 像以前 我有认识一个 一个小沙咪 刚刚出家 发了一个大愿 很了不起 众生五边 四愿度 不好好学 发这个愿 太了不起 你看 到了一个地方 遇到一些种种的境界 他先不许考验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你去看一看 在这么着恶的时代 这么难度的众生 这么刚强的众生 这么顽固的众生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度的对象 所以他太了不起了 无论多难 地藏王菩萨 都是可以想尽办法 来帮助他 但是关键在哪里 关键 你有没有跟他有缘 什么叫做有缘呢 你能不能听话 你能不能依教奉行 能够把他的教诲 顺从老师的教诲 落实在生活里面 那为什么我们要顺从 因为他已经成就了吗 因为他已经对这个事实的真相 对这个宇宙事实的真相 彻底的了解 彻底的明白 所以我们能够顺从他的教诲 是不会错的 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前途 都是一片的光明的 所以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跟他有没有缘 这个缘有两种 一个就是读他的经 一个依教他的所教会的 你就是跟他有缘了 这个是前面第三第四第五 所谓的 所谓的 俗化之期 那我们看下面 下面呢 第六 第七 第八 那这三品呢 他最主要的 都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介绍地藏王菩萨 所谓的众生 所谓的度生之源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地藏王菩萨 他所谓的众生 要以什么样的善巧方便 这个我们内容啊 其实啊 讲得很清楚 用什么善巧方便呢 譬如烧香 诵经 比如说 这个 供水 供花 或者 低头 合掌 礼拜 就是用这个善巧方便 教我们落实在生活 用这种的善巧方便 来修广 修供养 来修布施 造作种种的善缘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是怎么样来教导这些众生的 用这些简单 来帮助我们 没有别的 都是劝导这些众生 比如说 不孝父母的 赶紧要发孝心 不懂得修善的 不孝父母的 赶紧要发孝心 不懂得修善的 赶紧要修善 不进三宝的 赶紧要对佛法 对三宝 你要升起的信心 供养三宝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以种种的善缘 来帮助我们 怎么呢 增长我们的善缘 令众生 能离恶道之苦 所以称为度众生之缘 所以这三篇的内容 就是用善巧方便 所以今天尊敬的 主义统修大德 在佛门里面 我们为什么 会去供花 去供水 去供灯 去烧香 然后用一个合掌 用一个问训 用一个礼拜 来周围我们修学 你看我们很多 很多人 在佛教里面 常常都是这样 到佛堂里面 我来供水 我来供养 他用这种方法 所以地藏 菩萨 本院经的内容 所教导的善巧方便 很多 这个 他的内容 这三篇里面 都是讲这个道理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知道什么呢 问训 合掌 礼拜 他不是对佛菩萨 佛菩萨不需要 都是对着你自己 从这个地方 你要怎么样 如何 懂得 懂得什么 懂得做人 要懂得感恩 做人要懂得礼绕 做人要懂得恭敬 教我们做人 不要天天跟人家结恶缘 教我们要天天跟人家结善缘 教我们天天不要跟人家 照火焰 教我们要懂得在这一身当中 要互相恭敬 要互相的礼让 你能够落实这样的方法 而所得到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不是对逼人 全部都是讲的 都是对着自己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地藏王菩萨 本月经的内容 这三品 其实看起来简单 但是有时候做起来不简单 真的 比如说我们微信 恭敬 你看到一个人你喜欢的 你可能恭敬他 也容易做得到 但是对你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你那个恭敬心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我们今天看到佛像来礼拜 我们所礼拜的是谁 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事实上 遇到这个事实的时候 为什么有时候做不到 放不下呀 所以很多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 佛告诉我们不要跟人家解恶缘 但是一道逆见的时候 天天跟人家解恶缘 我们很多写佛的人都是有这种的毛病 当他进进来的时候 什么佛法都忘了干干净净的 一记都用不上 很多哦 你看我们念佛也是这样 做起来的时候念佛好像很用功 一道经见的时候 一记阿弥陀佛都忘了干干净净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做起来这么难呢 这个大家要好好去思考 去反省 我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最后呢 我们看下面 最后啊 总共有五品 这个五品的里面呢 从这个称佛名号品第九 一直到全经的圆满 这五品啊 它的总结性啊 它的教诲 它的主要性 它的内容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要为我们讲什么呢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五品里面呢 都是 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讲了一桩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成佛之音 成佛之音哦 前面是介绍哦 人天福报 教你要如何 把人做好 人做好了 你才能够 提高你自己的境界 你想要成佛 你才会有这个机会 那人都做不好 你怎么能够成佛呢 所以成佛之音 所讲的就是成佛的正音 那成佛的正音建立在哪里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成佛的正音建立在哪里 你看哦 整部地藏菩萨本院经 它非常殊胜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所讲的 人天善恶的因果 一直到 讲到成佛的因果 是用什么方法成佛的呢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啊 明确的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成佛的方法 就是以念佛成佛的方法 你看哦 你看地藏菩萨本院经到最后 引导我们要如何用这个方法 就是用这个念佛的方法来成佛的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地藏菩萨本院经 所度的不是这些凡夫造恶业的众生 他所度的对象 都是法身大事的对象 那个不是一般的经典 所以地藏菩萨本院经 它不是小成型 它是大成的经典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清楚一种事情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呢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地藏菩萨本院经 告诉我们一种事情 虽然念佛成佛这个方法理论依据 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在这个念佛当中 你一定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具备不失的音形 你没有具备这个条件 你是没办法成佛的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是没办法成佛的 他具备这个音性 你没有具备不失的音 你是成不了佛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虽然我们用这个念佛的方法来成就的 但是你没有行布施 是不可能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啊 在这一部经 特别用很长的一品的经文 来为我们讲什么呢 讲较量布施的功德 第六品我们会看得到 在这一品 释迦牟尼佛真的讲得很长 在第六品 讲得非常长 把这个布施的功德 讲得非常的精彩 所以在这一品 释迦牟尼佛讲 无量无边的法门 无量无边的法门 我们看下面 无量无边的法门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都是非常重要的 重视在哪里 他的行为重视在哪里 都是要优秀布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修学成佛的开始 因为布施是修学成佛的正因 你没有布施的精神 你是没办法成佛的 但是很可惜 我们遇到很多同修 我所讲的不是你们 我所看到的外面的 你们都很好的 你们都修得很好的 你看我看到很多 有时候很多人说 师父啊 我只是念佛就好了 我只是诵经就好了 我拜佛就好了 我不想修布施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呢 你说可以吗 你说呢 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能够了解 你就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啊 在佛门里面 很多人 为什么 到寺庙里面 看到三宝都喜欢来供养 来供养佛 来供养三宝 而且都是心甘情厌地 来供养三宝的 哪怕是有时候有所求的 有时候有所求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像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 有时候遇到一些人家来 来到这个道场 来供养 来布施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 有时候在布施当中 他有所求 很多人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虽然他有所求 但是 对于三宝 对于佛的供养 他们总会生起的信心 对不对 你看我们做法会 三十七年 释迦牟尼佛 没有主动跟你说 阿弥陀佛 我没有主动跟你说 明天要三十七年 我需要水果 我需要 供花 我需要供水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我没有跟你说的 你主动 自自然而 你就来供养 你不说 释迦牟尼佛 我没有跟你判 阿弥陀佛 我也没有跟你判 你主动 心甘情愿的 欢欢喜喜的 去买 买好了 来供养 无论有多贵 我也宁愿出一份钱 我来供养三宝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对三宝 这么有信心 为什么对佛 会有这么信心呢 不要说外面 说我们自己的 我们走到哪一个寺庙 对不对 看到功德乡 无论 没有人教你 你主动的 你会给了吗 对不对 你看到哪一个地方 只要这个道场里面 有功德乡 你走到怎么样的地方 你就有这个心 想去供养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福报 因为死方诸佛 在英地 五量节以来 都是广修供养 布施的 所以佛有这样圆满的果报 看守一切众生的 看守一切众生的供养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你自己看 我们看下面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学佛念佛 假如我们不肯布施 不肯供养 不肯来 来护持 假如 假如 就算我们成佛了 你要来这边 弘法立身 你要来帮助一切众生 你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你会饿肚子 没人供养啊 谁要供养呢 为什么呢 要没人供养啊 所以你想一想 你想要红法 没人供养 你能够红法吗 你红法能够顺利吗 是不可能的 释迦牟尼佛过去不是曾经讲过了吗 法轮未转 死先转 你饿肚子 你怎么红法呀 你想要见道场 没人供养 你也见不了啊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今天念佛了 就算我们成佛了 将来我要去度化 十方一切的众生 没人来听你的法呀 真的没有人来听你的法 所以一个人 他的缘 殊胜还是不殊胜 关键在这个故事 关键在供养 所以 师父 说实在的 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有机会 干嘛去供养 因为我们知道 用这个方法来跟人大家广结善严 以后你度的人就更多了 你要广结善严 真的 所以师父你看 每个月当中 一定要做放生 去放生 只要有人放生 我们就去做放生 为什么 你跟他借一个缘 借一个善缘 以到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将来他才能来护去你 天天吝啬 不想供养 吝啬的不得了 那你想一想 你的来世 会比这次好吗 不可能 这个是一个假如 假如 实际上 怎么可能会有贪先不死的活呢 对不对 怎么会有呢 从理上来讲 讲不通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必须强调不失这个重要性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在成佛正音当中 特别一定要把这一条列出来 一定要把这条列出来的 所以佛在这一部经 告诉我们 一个念 一个发心 要成佛的人 一定要具备 为众生来做一个服务的心态 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一点的心态 无论你怎么修学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那个佛是成不了的 所以非常强调 不失的功德 原因在此地 所以你看我们《弥陀经》 不是有一段经文吗 常与清淡各与一格 沉重庙花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西方的世界 每一天是做什么 去供养不失 那今天我们都不失 都不想供养 只是念佛诵经就好了 你说行吗 不行啊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这个五品的内容 我们看下面 所以这个五品 就是为我们举例 说明什么 成佛之印 那不仅仅 为我们讲这个 这个成佛之印 还有一点 佛特别强调的 就是什么 就是护法 所以在第十一品 监牢地神 护法品第十一 佛为我们介绍 他呢 来为我们做一个好样子 来护法 监牢地神来护法的 所以 红法一定要有一个护法 红法没有护法 那红法 那就绑不成了 所以 护法的功德 超过红法的功德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像很多人说 师父 为什么 有一些人能够生在 帝王之家 福贵之家 不但又福贵 又健康 又长寿 从哪里来的 布施来的吗 如果他没有修这个 布施的印 哪来这个国报呢 所以从今天开始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布施最主要的 就是帮助我们什么 帮助我们那个内心的贪欲啊 我们的贪欲不除啊 无论你怎么修啊 你是没办法的 所以 菩萨 修布施 修圆满了 将来成佛 成佛之后 他还是要修布施啊 你想一想 布施在佛法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学方法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大概啊 给大家介绍 啊 介绍 全经大义 分为这几个段落 做一个简单 让大家了解 从第一篇到第三篇 整个内容的主要性 都是为我们讲什么呢 除了人间善果 因果 也是为我们介绍 成佛正面的道理 好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简单给大家介绍 请额掌 我们来看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包立天 为母说法 而时日时法 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 一切诸佛 几大菩萨 摩赫萨 皆来几会 经文啊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一部经一展开啊 为我们描述什么呢 描述了这样的一副 不可示意的场景啊 在所有的一切经啊 从来没有的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地藏 菩萨 本愿经 这一部经 不是一般的经典啊 我们不能把它忽略啊 我们一定要把它重视啊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非常重视这一部经典 包括阿弥陀佛 包括药师如来 包括释迦摩尼佛 都非常重视这一部经典 难道我们学佛的人不重视吗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都不来参与这个法位 你想一想 释迦摩尼佛 讲迹 所讲的法 有没有像这样的书生 没有 你看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有六方佛的代表 但是六方佛没有到场 没有到 释迦摩尼佛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 他们没有到啊 华眼经 华眼经也没有啊 唯独这一部经 那你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 你念佛 你那个菩提心 怎么能够发布出来呢 什么原因呢 慢慢给大家说明 好 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如是我闻 佛所讲的一切经 一开始我们都会看到 这个几个字 如是我闻 那这一句 是谁说的呢 大家都知道 是阿难尊者所讲的 那为什么佛所讲的一切经 一开端 要从鲁士我闻开始呢 为什么呢 像以前啊 我刚刚出家的时候 我曾经有问过几个老师 为什么 为什么佛所讲的一切经 一开端 我们就会看到这几个字 是什么样的因缘 为什么佛要这样呢 什么原因呢 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佛讲的经 他的精神 既然你在哪里 包括我们念佛的 今天能不能往生 西方解决世界 关键在哪里 今天我们修学的佛法 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 你能不能成就 关键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如果连这个道理 我们就不明白 不清楚的话 那我们今天 所学的佛法 会走错方向的 所以啊 如是我闻 是什么样的因缘 为什么每一部经 一定要从这一段开始呢 这个星期 再给大家来介绍 今天啊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九点了嘛 简单啊 把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我们今天所开始的 进入的第三步 就是开始要介绍 第一品 这个第一章菩萨 本念经的经文 今天啊 简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希望啊 下个星期 我们再一起来学习 今天呢 感谢你们 来 给我这个机会 给大家 讲一讲这个第一章菩萨 本念经 也就算了 给大家 做一个几个语言吧 我们大家要结个缘 你也跟师父 结个缘 我也跟你结个缘 互相结善缘 将来我们往生西方 结的世界 对不对 到处 到死方诸佛国土 嫉妒那些 这个有缘的众生